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开店教学网站 开网店就上开店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是 3w.开店.tv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我们开店网出品的 淘宝开店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第三部份 商品管理课程的第二课 产品图片的收集 我是开店网的讲师淘宝天下 今天我们的课程的话 主要就讲解一个知识点 就是如何复制别人店铺的图片 我们在淘宝上面开店的话 不管是做什么的 肯定都有很多的同行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别人的图片做得非常好 而我们自己做的图片的话 总是达不到效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直接 复制别人店铺的图片来使用 但是这里需要给大家提示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直接复制 别人的图片的话 别人图片上面很多都是有水印的 那种图片的话 我们就不能复制了 否则就会被别人投诉的 还有就是 有的是对方的一些原创图片 那种的话我们也不能 就是直接拿过来用的 但是万一被投诉了 那可能会导致店铺会被处罚扣分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在复制别人的图片的时候的话 就尽量找一些比较大众的 那么我们具体的如何去操作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是卖格子衬衫的 那么我们就在淘宝网里面直接搜索这个格子衬衫 搜索之后的话 就会展示出来很多的产品 我们可以找一件 与我们的产品是相同的 比如说这里有一款产品 我们也卖这款产品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去复制它的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图片 这里很多的产品 相信的话这个产品 虽然是有很多种风格的 但是的话大体上都有很多都是相同的产品 这里的话我们就随便点击一件进去 我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如何复制这个产品图片 进来之后的话 上面这里是产品的主图 还有颜色分类这些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图片进行复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主图 这张主图的话 鼠边放上去有一个放大的效果 关于这个放大的效果 在前一节课程中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我们在做产品组织的时候 做成800像素 成800像素的话 我们鼠边放上去就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 这种图片的话 我们是不能直接复制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鼠标右键单击这张图片 没有图片另击尾 只有一个目标另击尾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图片 比如说我这里 在颜色分类里面 我随便选一张图片 然后我在这上面 单击鼠标右键 这里的话有一个图片另击尾 我们就可以直接保存这张图片 而这种有放大的效果的图片的话 我们就不能直接保存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截图 截图的方法很多 这里我给大家讲解一种 就是我们使用360浏览器 在360浏览器的右上角这里 有一个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这里 我们点击这个截图 点击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截取这张图片了 截取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我们刚刚截取这么大就可以了 然后截取完成之后 这里有一个保存选中区域 我们点击保存选中区域 就可以直接保存这张图片了 然后我们给图片命个名 比如说我们这样 图图 图图一 保存的时候的话 建议大家尽量的保存到桌面上面 这个的话就方便我们 查看和后面的一些使用 这里的话我就选择一下桌面 然后直接保存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保存的图片 就在这里 图图一 这就是我们刚刚截取的一张图片 后面这些图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截取 点击浏览器这里的一个截图 然后我们来截取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就命名为图图2 同样的这后面 我们再来截取一下 这里我们就截取三张就行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截图是使用的 360浏览器 很多浏览器没有这个截图功能的 如果大家没有安装360浏览器的话 可以去下载一个安装上 方便我们在录制课程的时候 给我们的课程是同步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保存的三张主图 主图保存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颜色分类里面的图片 如何保存 颜色分类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这里就会在这个主图的方框里展示出来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图片都会在这里展示出来 我们点击之后 选择这个颜色分类里面的图片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里单击我们的鼠边右键 然后选择图片另存为 这里是图片另存为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同样的会弹出来这样一个窗口 然后这个图片的保存地址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默认的地址 就是保存到桌面的 同样的我们给这张图片重新起个名字 就叫颜色 颜色仪宝 这样方便我们区分 同样的我们再来复制一下另一张图片 这后面的话操作都是一样的 这里它非常多 我就只选三张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保存的三张颜色的图片已经保存好了 颜色一二三 图图和颜色分别的图片保存好之后 下面就是我们宝贝详情页的图片了 也就是这种比较大的图片了 这种图片的话 如果对方是加拿 就是加拿链接的 我们就不能直接保存 如果没有加链接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另通了 对于不能直接保存的图片 大家就使用刚刚我给大家演示的 一个截图的方法进行保存 像这种图片的话我们就是可以 直接另通为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张图片上面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选择图片另通为就可以了 另通为之后 我们同样的也给这个图片排一个顺序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面上传的使用 选后使用 这里我们就叫 起个文件名就叫1 然后我们再选择另一张图片 然后同样的另通为 另一个名叫图片2 下面也是同样的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保存的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 第三张 这个图片的话都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张图片的话 比较长 它是一直到这后面的 这里才是我们接着第三张图片的 这里是第四张 同样的保存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是到哪里的 我们第四张图片的话 就是到这里的 然后下来就是第五张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张图片 第五张图片的话 就是到这里分开的 下面就是第六张了 这下面尺码信息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 设和第六张在一起 尺码信息这些就是第七张了 我们同样的另一张 我们同样的另一张图片 我们一起看一下 尺码信息和身高体重建议尺码表 这个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 那么这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图片了 这个就是我们第八张图片 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的话都是区分比较明显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绑析了 这就是第九张 这下面的话图片还非常的多 这个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下来的时候就自己按照刚才的方法就保存图片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格子衬衫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销售连衣群的 那么我们就在淘宝网上面搜索连衣群 同样的会找到很多的产品 一般这排在前面的这些产品 图片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和我们的产品 是相同的一些图片进行保存使用了 这个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自己进行查找了 学会了方法之后的话 无论什么图片我们都是可以复制下来自己用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的话 大家就下来自己查找 因为这个产品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一一的去给大家演示 只需要学会方法之后的话 大家就会操作了 这就是我们收集的一些产品图片 在下一节课程中的话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如何上传这些图片 也就是讲解一下图片空间的一些操作情况 关于产品图片的收集的话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这节课程的话 相对而言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大家对电脑比较熟悉 或者是经常在网上下载东西的话 应该对这个就是比较了解的 这节课程主要是针对一些 新手朋友的 关于产品图片的收集的话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登陆我们开电网的官方网址 3w.开电.tv 学习更多的课程 本套家庭版权归属 开电网所有 大版大卖必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谢谢大家